2016年台湾的总统还有立法委员大选可以说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各个阵营的候选人在这几天可以是全台湾都是跑透透 他们在做最后冲刺 并且希望可以对支持者来进行催票的工作 那么有关今天台湾选情的最新发展 我们下面立刻通过现场连线 请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李一华来带我们掌握最新消息 一华你好 一华你好 一华先给我们介绍你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哪里 那么今天这个可以说是倒数第五天了 各候选人有哪些主要的工作 是的没有错 选举只剩下最后五天的时间 各个候选人都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拜票的工作 借着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台北市立法委员独立参选人李庆元的造势晚会 那么今年的造势活动和以往有一点点不一样 许多候选人都选择用演唱会或者是音乐晚会的方式来呈现 所以呢相较于以往的这个传统的造势晚会 只有民敌喇叭还有欢呼 显得更热闹还有更欢乐 那么稍后呢台北市长柯文哲也会来到现场和民众一起高歌 所以呢就是大家都非常的期待 不过呢我们都知道柯文哲市长可以说是现在全台湾最强力的这个西票机 他在哪所有的地方都有相当高的人气 然后这个现在呢他的这个人气光环很有可能都胜过这个蓝绿的总统候选人 所以呢各个政党都希望有这个柯文哲的加持 不过呢在蓝绿总统候选人方面呢 今天呢他们还是有各自的这个跑选举的行程 那么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主席呢 今天则是还是持续在南台湾进行扫街拜票 那么此时呢他现在正在这个云林进行造势晚会 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看在云林晚会 现在民进党的晚会情况到底如何 我应该知道 我们北�广京山丛årt 这行 reverse eh 那就是我们郑庄头 DD长盛志 超好京山 70 01 0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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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不是osa 这籠 сов besides the name of 还是我们 被迫见 骷�eremi andarkoili 纉纣洲客 subjective now 旅行ev₀ 里沧天 隅膏饸payer州理荣川 主席主席anaisch 其中有強調 贏給我們輸 是的 除了總統候選人蔡英文的人氣很高之外 他們也希望藉著民進黨的高人性 現在能夠使南台灣立委選舉的部分 能夠保住全部的席位 那麼蔡英文在南台灣 她就主打著要守住南台灣決戰全台灣 她還呼籲要用三票來救台灣 而這三票分別是拒絕買票 還有返鄉投票以及集中選票 那麼在國民黨方面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朱立倫主席 今天早上則是在台中進行掃接拜票 到了下午她則回到新北市來進行掃接拜票 還有一些參與跟民眾互動的活動 那麼以上就是今天藍綠候選人 在各地所舉辦的競選活動行程 郁文 是 易华我們知道各個候選人在今天可以說是行程滿檔 包括你還有我們在台北的採訪團隊 大家也都非常的辛苦 辛苦你們了 那麼繼續我們要來關注 當然這兩天除了台灣的大選之外 也有一些跟兩岸議題相關的消息 特別是有關於兩岸互設辦事處機構 是不是有一些最新的進展傳出 易华跟我們介紹一下 是的 沒有錯 除了這個選舉的行程之外呢 還有一些這個有關兩岸的事務 值得我們關注一下 那麼在陸委會今天他表示呢 這個兩岸的這個兩岸兩會 這個兩岸兩會的這個設置辦事處的 今天在1月上旬呢 舉行了第9次的這個事務會議 那麼會議的內容呢就這個雙方的這個業務功能 還有行為規範以及這個便利的這個措施等等 還有之前未達成共識的一些措施內容呢 進行了進一步的這個交換意見 那麼目前的協議的內容 就協議的架構呢是相關的文字呢 已經達成了若干的共識 所以說是可以說是取得了進一步的進展 那麼辦事機構呢陸委會表示 希望呢兩岸這個兩會的互設辦事機構 還是希望呢能夠以促進兩岸各項的交流工作 還有保障民眾權益的這個維除 那麼他也強調兩岸兩會會在這個平等互惠的情況下 來進行交流 那麼所以呢這個主要的目的呢 是要以服務人民為宗旨 好的我們非常感謝記者一華 在台北播我們所做的最新報導